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墓中也被凭整为龙田 墓里层出土 以童子的头盔帽架 童袖斑斑 形质古朴 工艺精美 为了保护韩信墓遗址 在原址处修建了这座韩信墓遗址公园 关前196年 北方陈西反叛 联合匈奴进犯中原 刘邦率师远征 担心刘邦死后 韩信篡位 以后联合销和设计 幼韩信是距离这里约16公里的汉长安城常乐宫 以谋反罪杀韩信与中世 此时韩信年仅35岁 这就是中世之祸 比于功臣遭记被杀 和成也销和 败也销和 与事情的成败好坏 皆由一人而起 两个成语典故的历史由来 韩信故里 江苏淮安有一幅对联 上书 成败一知己 生死两妇人 说的就是影响和决定韩信一生的三个人 其中的一知己便指伯乐坚 柜子手打萧和 两妇人指的是 实时救命的嫖母 和杀害韩信的吕志 寥寥实字 高度概括了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 堪称世界上最短的名人传记 韩信安熟兵法 一生无一败绩 被后人奉为兵先 神帅 与孙武武起 白起 一起被称为兵家四圣 与萧和张良 并称为汉处三劫 为大汉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西汉至少一半的天下都是他打下来 他为西汉第一功臣 皮肤无罪 怀毙其罪 百姓本无罪 隐身藏碧玉 而获罪 韩信因旷世奇才和绝世之功 功高震主 遭人忌惮 招来杀身之火 此后他的头颅被装入盒子 送往远在山西带线 平静山西之恩的刘邦 行至山西陵时的高臂 遇到凯旋归来的刘邦 刘邦开演后是又高兴又怜悯 虽将韩信的头颅葬 葬在了山西陵时的高壁陵上 至今还有人在守护 就这样 心地善良 没有蹊跷凉龙行的一代兵仙 韩信 残死后身首异处 并被夷三足 韩信虽死 但他不仅留下了三万对二十万的 以少胜多的兵家齐力 则升东击西 背水一战 半渡而击 教科书籍的战术 还留下了好多成语典故 这些成语典故串起来 可以组成一部 浓缩型的成语版的《华音虎列传》 第一个便是跨下之辱 说的是秦末华耶人韩信 早年家境贫寒 也没什么赖以生存的技能 被人瞧不起 一日当地一屠夫 当着众人的面 讥笑他 说他虽然个子高 带把剑 其实他是个胆小鬼 如果他真有胆的话 就刺自己一剑 如果怕死 就从自己的胯下钻过去 韩信咬紧牙关 握紧剑柄 可是 结果 还是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 诞生了《胯下之辱》这一成语典故 比喻有才能的人 在未显达时 能够暂时忍受屈辱 后来韩信被放为蜀王 也没有杀屠夫 而是封屠夫做了楚国的中尉 谢谢观看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下期再会